美国交通部5月2日发布新命令 允许中方航司每周执行最多12个中美直航客运航班 美国交通部在令中提到 2022年底中方已向美方告知一系列恢复国际航班的举措 包括自2023年1月8日起 中外航空公司可以根据协定恢复航班 并取消对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的临时限制和乘客负载因素 即75%的限制 航空公司可以恢复2019年IATA北半球冬季期间运营的所有航班 并可以申请在于2023年3月26日开始的北半球夏季中增加额外的航班 自2023年3月18日起 中方批准了美方额外两个航班 使得美方航司每周可运营12个航班 美方认为中方的举动是积极的 基于公众利益的考量 认为渐进而平衡的恢复是最佳选项 美交通部重申其目标是改善环境 使双方航空公司能够充分行使其双边权利 保持美中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平衡和公平机会 并希望与中方保持持续富有成效的对话 以实现逐步更广泛的美中航空服务市场重新开放的目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